刚刚伊能静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落泪的视频 并配文 我把泪含在眼眶里 因为我知道掉下来就输了 视频里的伊能静只露出一双眼睛 眼眶泛红 眼神十分悲伤 他的眼神带着很多故事 也引来了不少网友的猜测 两人不会离婚了吧 秦浩是不是有问题了 随后网友更是发现 秦浩和伊能静已经半年没有互动了 以前伊能静可是秀夫小狂魔 但最近秦浩的新剧播出 他竟然没有为其站台宣传 而且账号都设置了权限 而且还删除了过往曾经恩爱的动态 并且近段时间伊能静一直IP都在美国 除了看望儿子 好像也试图在美国发展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而秦浩则一直在内陆拍戏 两人分居异地已久 试出反常必有因 这也让无数网友揣测 莫非两人婚姻出现问题了 秦浩出轨了 要知道伊能静虽然是个小作精 但对于婚姻 他还是有自己的态度 之前伊能静的一个访谈上了热搜 在访谈中 他透露了自己和哈林离婚的原因 他说 在前一段婚姻里 我应该很有安全感 但我没有把自己修炼好 还在原生家庭的伤痛里面 跟妈妈没有和解 自己也没有那个智慧和状态 我就希望找一块服务 把我所有的原生家庭带来的痛苦 通通解决掉 可人家又不是医生 人家是来跟你谈恋爱的 找一个老婆 干嘛给你治病 最后他聊到了现在的生活状态 他表示 经历了两次婚姻 是不是婚姻一定会带给人安全感 我觉得还得看自己 而我觉得 我现在不需要被理解了 打从心底里 不需要被理解了 因为我尝试接地气 包括我假装 我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曾经或者怎么样 但我现在全然接纳 我就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其实 依能静和秦浩这对姐弟恋 从最初的结合到现在 大家都保持着畅衰的状态 在大众看来 好像一直都是女方委屈求全 天天微博发小论文 为自己爱情找不 而男方对这段感情毫不在乎 甚至有点无所谓 的确 一个年轻且浑身充满力气的秦浩 一个是在婚姻中 经历千番并没有安全感的依能静 无论怎么看 都透着那么一丝不搭 而如今看来莫非网友的不看好 要照进现实了 依能静的童年是悲惨的 她是家里的第七个女儿 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她就备受精神折磨 依能静的爸爸吴敏是军人 妈妈杨淑婉是一位家庭主妇 是中国政治家杨元丁之女 父母门当户对 重男军女的父亲 对于女孩子的依能静是非常冷淡 几乎都没正眼看过她 更因为母亲没办法生出男孩子 而提出离婚 依能静的母亲也开始不喜欢上她 直接把她送给了别人 在养母家里生活了六年 最后她独自一个人 投靠了在香港的姐姐 不过没安定几年 又跟着妈妈嫁到了日本 可以说她的童年是颠沛流利 让她成为了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在某次演讲中 她说过童年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便是来自自己的生母 如果没有你 妈妈的生活会过得更好一些吧 正是如此 她才会从心底产生一丝罪恶感 我可能是这个世界最多余的那个人吧 父母的愚昧以及生活的艰难 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这样的罪恶感以及自责 能让依能静幼年变特别的懂事 还不停地逼着自己成为一个男子汉 14岁的她便开始出去兼职补贴家用 16岁更是签了唱片公司 可以自力更生 不过庆幸的一件事情 是她在18岁的时候 遇到了那个爱她的男人 于成庆 相较于易能静的坎坷身世 于成庆可谓是出身名门 祖先创办过亚西亚烟草公司 祖父云希曾任云南省昆明市长 父亲于嘉林是政界资深人士 母亲是京剧名林张正芬 两个人结婚 更是遭到了哈林家人的反对 但于成庆是爱易能静的 她对易能静说 虽然我不敌别人有钱 但我能给你一万倍的幸福 他们在一起13年的恋爱长跑 建立过娱乐圈的爱情神话 有一年易能静生病长了肿瘤 医生告诉于成庆 如果发现是恶性肿瘤 当场会拿掉子宫 你可以坚章同意吗 于成庆只当场回答 生命比较重要 并决定不管手术如何都要娶她 2000年2月14日 易能静与于成庆结束13年的恋爱长跑 选在情人节在洛杉矶注册结婚 漫天的话语纷飞落在耳机 你我沉默不回应 牵你的手却哭红了眼睛 路途漫长无止尽 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呵护你 让你不受委屈 苦也愿意 那些痛苦回忆落在春的泥土里 滋养了大地 开出下一个花季 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 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 之后他们成为了知名的春泥夫妇 2003年台湾歌手于成庆 在新专辑 哈林天堂中的一首歌 春泥唱呼了很多人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 这是于成庆的前妻 易能静作词的 哈林生性大胆咧咧 易能静脆弱细腻又敏感 不管是性情还是家庭 两人本不该走到一起 可于成庆的出现 于易能静而言 就像在漂泊在漫无边界的大海时 突然抓住了一块浮沫 他向于成庆带给他更多的安全感 也想逃离原生家庭所带来的痛苦 也因为如此 易能静错把丈夫当成救生圈浮沫 没能得到理想中的安全感 让他彻底的失去了那个挚爱他 愿意为他化作春泥的于成庆 离婚的五年时间里 易能静都在反省自己 在这一段婚姻里的缺陷 以及自己性格方面的问题 直到遇到自己的第二任丈夫 秦浩 他还是一样没有从中走出来 热恋第一个月 秦浩去趟卫生间 易能静都会突然背从中来哭哭啼啼 因为觉得自己本身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现在的男友小十岁不说 还是个男演员 手机里一大堆女孩微信 认为爱上这样一个人 让他更加没有安全感 秦浩从卫生间出来很懵 问易能静为什么哭成这样 当时的易能静哭了大半天 说自己的原生家庭 也讲自己的人生经历 而秦浩听了之后 先问了一句 说完了吗 又说了一句 有病要治 如果还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你以后遇到的男人只有两种 一种是与你同病相怜 两人天天抱在一起痛哭 另外的一种 则是想带你走出来的人 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我真正想要的 也是找一个相爱的女人 在一起走完这一生 这种回答若是放在任何网站上去 被骂渣男应该不为过 但秦浩那句 有病救治是嫌弃和指责吗 并不是 秦浩对易能静是爱的 在金星的采访中 他表示自己能拥有一能静 是特别幸运的事情 脸上的表情是骗不了人的 爱不爱 一眼就看得出来 秦浩在认识易能静第三天的时候 就对易能静说 我想以结婚为前提跟你交往 易能静再三表示 我离过婚带着孩子 比你大十岁 秦浩当即表示 爱情与年龄和他人都无关 照样娶她回家 易能静对这段婚姻的评价 每一年我都以为这是最好的年纪 但多长了一年 我才知道原来好还可以更好 提起秦浩和易能静 大多数人的印象 还停留在综艺 妈妈在超人上 在这个综艺里 秦浩的形象并不好 易能静拖着病区照顾孩子 又累又忙 在看完医生回家的路上 表示自己很想大哭 而秦浩在节目中 只能顾着打游戏 压根不照顾孩子 吃饭时候 易能静尝试跟他沟通交流 也是一直埋着头打游戏 节目组还十分配合地打上了 求关注成四的字眼 节目播出后 秦浩被大骂特骂 还引发该不该和爱打游戏的男人 谈恋爱这种问题 不少网友也有感而发 从细节论证秦浩和易能静 这段差十岁的姐弟恋好不了 网费易能静天天写小作文秀恩爱 易能静主动在微博上表示 一切是因为删减问题 也还原了原话 但是网友对这个解释并不买账 后来秦浩上了吐槽大会 也回应了事件 表示节目组恶意剪辑 自己看完都懵了 也不知道上的是亲子节目 还是电竞节目 直到婆婆和妈妈这档综艺节目播出后 大家才发现秦浩并不是家中的撒手掌柜 他对易能静的爱是克制的 秦浩在娱乐圈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而且他是那种历经千辛万苦 经岁月沉淀下来的才子 不像一些年少成名的明星 难免会有些意气风发 十分张扬的个性 而秦浩更多的是一种老年持重的济世感 大气晚成 而这一点或许也是吸引易能静的原因之一 而每一年秦浩过生日的时候 易能静总会准备一份特别的生日信 在信中有生活的甜蜜回忆 也有对秦浩的肯定 尤其是一句 你是如此真实的活着 独立独行没有包袱 也让毫无安全感的易能静 慢慢的静下心来 易能静在谈及自己上一段婚姻的时候 直言没有把自己修炼好 所以其实在这一段关系上 易能静看似是作的一方 是强的一方 但实际上易能静看待 如今和秦浩这段婚姻 显然是比秦浩要重得多 一个曾经在破碎婚姻走出的女人 怎么会轻易作走第二段婚姻 所以对于此次的婚变传闻 大多数人更倾向于 是不是男方出了问题 毕竟在前段时间 秦浩就被拍到 在餐厅与一女子手牵手 不过饭局结束后 秦浩又搂着易能静离开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另外在易能静在美国的时候 秦浩曾被拍到 与两名女子喝酒聚餐 聚餐结束后 两名女子还跟上了秦浩的车 虽然只是送美女回家 但几人的关系 还是让人颇为揣测 记得秦浩说过 如果他找了小三 他就自己杀了自己 希望秦浩千万不要塌方 毕竟他们让很多人 又重新相信了婚姻 请多谢听订阅